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赛尔提克金作客火箭 两队战况焦灼 在比赛的最后被连续两次被火箭送上罚球线的俄文 Kerry Irving原打算第二罚故意不忠兵抢进攻篮板 但却都没成功 绿神军最后就以三分之差败给火箭输球 俄文在赛后受访时懊恼地说 我就无法故意罚不进啊 比赛剩下最后五 二秒时赛尔提克还有三分落后 火箭连续两次犯规送俄文上罚球线 俄文原期望第二罚门不进 抢下进攻篮板再获得一次进攻机会 没想到第一次的第二罚乱丢却弹性 先让俄文懊恼得大后 第二次的第二罚连篮框都没碰到 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赛尔提克最终就以120比123败给火箭 俄文赛后受访时表示 类似的情况大概已经发生过次 五次了 每次他都想故意罚不进球 但却都失败 我不停地告诉我的队友们 我真的不擅长罚不进球 罚球命中率高达88 8%在俄文懊恼的说道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如果我按预想的那样偷不进 球费可能还有应求的希望 俄文又 今日美国